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来到万豪集团旗下的巴黎福棚喜来登酒店 是三月底正式开幕 主打巴黎左岸的美丽景色 还有房间内可以泡温泉 我们今天要吃的餐厅是The Mesh Kitchen 这位在巴黎福棚喜来登酒店的一楼 是巴黎DJ心急吃到饱 它有提供早餐 午餐 下午茶 还有晚餐的时段 那我们今天是平日的中午 费用是980加一成服务费 那假日的话是1280加一成服务费 我还有看到母亲节假期有一些加价的活动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彩色 也进餐厅因为天花板有做一些挑高 所以视觉上觉得空间还蛮开阔宽敞 内部的装滑看起来有一点复古 在融合一些工业风的感觉 现场还有看到很多大冰箱用于保鲜 我觉得这是和其他吃到饱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这次的评分标准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两人都不喜欢而且法胜可乘的餐点 就视为是地雷餐点 最后我们会根据吃到的品项数 还有踩到的地雷算出浪费胃空间的指数 作为吃到饱餐厅的评断方式 我们今天决定要按照用餐的顺序来介绍 从沙拉、面包、浓汤、冷菜、热菜和烤物 最后是甜点 那我们就开始吧 餐厅有提供啤酒无限畅饮 可以在入口处右侧的吧台取用 那如果是和我们一样不喝啤酒的人 也有软性饮料或是咖啡热饮可以做选择 面包和起司盘在中间中导的位置 有提供数种火腿、饼干还有起司的组合 面包的部分有小餐包、台式的火腿面包、可颂、贝果、欧包、丹麦面包 一旁也有烤箱可以自行加热回烤 我们先拿个沙拉和一些前菜跟冷海 还有面包 看它的面包 让我稍微烤一下 南美的 里面是比较湿的也蛮不错的 在我们烤的有点比较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耶 它的面包水准很好美 起司的 沙拉米 沙拉米 不是嫩的那种沙拉米 它这个辣肠没有到很 口味很重 它就是一个口感、一个肉味 搭配莫茶辣还不错 这其实我很喜欢 最喜欢烟熏的起司 就把它当一个肉品的开胃菜 我自己是很喜欢它的莫茶辣 还有烟熏曲这样都很好吃 一般的吧可以比较少见 中导的柚菜有生菜沙拉 包含有罗曼生菜、萝卜和美生菜 另外还有玉米笋、小黄瓜、小番茄和粉丝 烤箱旁边有放置酱料和果干 包含野枣、葡萄干和杏桃 可以选择油醋、水果优格、千岛酱 还有凯撒酱当做是淋酱 拿了一盘沙拉 我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凯撒 我刚刚在拿生菜的时候 有发现它的生菜的卖相 它的品质算是很好 看起来非常新鲜 没有那种烂烂的菜 应该是都有调过的 是它我有给过的 菜非常的脆 酱也是调的是浓的 不是细细的那种 它是玉米唇 它因为玉米唇下去是水煮的 我觉得它们蛮重视它们的食材 今天的汤品有两种 分别是番茄肉酱排骨汤和切打浓汤 浓泡旁边有面包丁和脆培羹可以自行搭配 这是切打浓汤 那火的这个应该是有烘烤过的 麵包 就是那种牛排管会看到的那种 肉末番茄汤 肉末番茄汤 肉末 肉末 里面的这种脆我没有特别喜欢 因为它的肉末是比较肥一点 像排骨对麻麻 所以到整体来说就是 偏清爽 生鱼片和水煮海鲜 保存在冷藏柜里 生鱼片有 红干 奇鱼和鮭鱼 其他还有 橡把棒 鱿鱿鱿鱼 鲨鱼腌 蓄蟹 基本的芥末 萝卜丝和酱油是必备 另外也有鸡尾酒 海鲜酱 柠檬 姜醋汁 泰式酱和五万姜 接下来是生鱼片还有海鲜 鸿干 奇鱼 鲑鱼 橡把棒 鱿鱼 还有拿了白虾跟螺 先来吃吃看这个橡把棒 好Q 吃吃看 就像蒟蒻一样 我因为有个海鲜味道 但整体来说 吃起来有点像蒟蒻 没有什么味道 对 西鱼 它鱼片还蛮新鲜的 铜肝 铜肝 铜肝就是比较Q 鲜鱼就是比较嫩 鱼片都还蛮新鲜的 鲑鱼 还不错 油脂感蛮重的 它的油脂感蛮丰厚的 不会有不好的味道 鱿鱼 鱿鱼 那鱿鱼口感没有好 那个泡巴的感觉 蛮明显的 鱿鱼不喜欢 鱿鱼真的就是 去外面吃那种鱿鱿鱿都比这个好吃 排虾 我要沾酸辣酱 白菜可以 蛮甜的 白菜可以 肉也蛮扎实 菜式酱主要是柠檬味 比较没有什么鱼露或辣椒的味道 是应该没味道 这样吃了有一颗 有个沙沙的感觉 冷菜一样是保存在冷藏室中 要开冰箱拿去 菜色有胡麻冷菜蒜肉沙拉 口水鸡 鲜沙通心粉沙拉 德式洋芋沙拉 凉拌小松菜 鸭胸水果沙沙 中岛区有寿司 包含花寿司 铁火卷和蟹肉细卷 胡麻猪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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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鴨肉很嫩 就是那種煙燻鴨嫂的味道 我覺得外部調味的就少了 但是鴨肉比較好嫩 哇 欸這個蠻好吃的 很嫩耶 我們還有拿這個壽司 豆皮壽司 中文中矩的豆皮壽司 氣肉氣捲 長瓜 我沒特別注意 但我覺得它醋飯的蠻好吃 口感不錯 調味也不錯 它一捲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吃壽司的 可以當一個開胃菜 接著就來到重頭戲 餐廳主打的果木之火燒烤區 鱸烤牛排是現切現取用 旁邊有搭配一些辣根醬 等等調味料可以做取用 鱸烤牛肉 通常如果去這種吃到飽 我都不太喜歡點這個 因為我覺得 通常它都會烤得很硬很乾 有點切不下去耶 很硬 好硬 很多筋 吃吃看這一塊 好硬 不知道是那塊在那裡放太久還是怎樣 很多筋腦又很硬 這乳烤牛排 不行耶 比較不合格 那其他乳烤區的菜色有 炸魚薯條 維拉克魯斯風格燉鴨 主廚推薦 肉醬義大利麵 魚鋼烤魚 烤豬五花 六香烤雞腿 和牛小排 六香雞腿 它的雞肉質感處理得還不錯 微微可以吃到那種果香氣 可是我覺得味道整體沒有到特別入味 Fish&Chips 的魚片 這Chips買得太多了吧 喔那個我要吃 炒掉了 五瓜 然後我挑了一個比較瘦的 好 你們這邊放涼 可以稍微永原一點 有 有 這上面有特別寫的 應該是青醬少選之類的 粗粗特選 但是沒有很重的那個Vezel的味道 羊排 很厚喔 靠骨頭那邊 後面這邊的地方是軟的 可是上面有進的地方 真的要不動 可能真的要剛烤完 就拿來吃 真的軟 對 很軟爛 有一股鴨味 但是沒有到很嚴重 它那個醬汁的味道還蠻明顯 醬汁蠻甜的 這邊的鴨真的都做得很好吃 肉醬汁 光膩 這邊這樣口感是偏薄 然後醬汁是稍微輕輕一點點 然後蠻濃厚的 唯一缺點就是 可能它放在那個爐子上 放太久了 它的麵有點軟掉 不然它的味道調的其實都還不錯 盧卡的檯面右側有一小趨勢港式的 品項不多只有三款 包含港式燒鴨 蜜汁叉燒 和油雞 旁邊有爐水 蔥油醬 冰梅醬 還有港式泡菜 可以自己取用 燒鴨燒雞還有叉燒 鴨肉 它的鴨肉很嫩 它這邊鴨肉做的都不錯 還不錯而且味道也還可以 可能是因為放比較久 所以就以為有一點點粉粉 跟皮沒有那麼脆 炒燒 這都還OK 這就是比較稍微偏甜一點點 燒雞 上面有加那個蔥油醬 雞的口感是好的 那它的蔥油醬有點太淡 有一點澀澀的 所以妳來說這個港式燒辣 我覺得還可以啦 港式燒辣 我不是很滿意 以制度餐的標準的話 我覺得還OK 現煮的菜色有海鮮煎蛋和湯麵 我們先來煎台區區 用蝦仁煎蛋和蚵仔煎蛋 和傳統的蚵仔煎不太一樣 它是沒有粉漿的煎蛋喔 再加入小白菜 煎熟之後就可以熱騰騰的處了 這個是蝦仁煎 它不是煎喔它是煎蛋 下面還有一些小白菜 它在煎之前它有放豬油進去 所以應該會蠻香的 這個紅子的狀態很香 不會太甜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對 它到外層這一部分 然後裡面是嫩嫩的 我覺得這道 的確是蠻好吃的 但它蝦子的口感 我覺得有點像那種 爆過的蝦子的那種脆度 可是我特別喜歡弄它一隻口感 但真的就覺得它們很難吃 鵝仔的部分也有點可惜 就是它鵝仔比較乾一點 比較沒有那種爆出汁水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蝦仁煎蛋 建大家來這邊可以點那個蝦仁煎蛋 另一區現煮的湯麵 有魚丸麵還有蒜牛肉麵兩種選擇 我們是個點了一碗 魚丸麵是將麵條還有魚丸一起煮熟鋪底 然後淋入高湯 牛肉麵呢 是它會把牛肉片鋪在麵條上面 然後會直接沖入熱湯 台前也有許多配料可以做選擇 可以依照自己的口味添加 我們剛去點了一碗牛肉湯 它的麵感覺比較粗 很像那種比較偏向烏龍麵的感覺 然後它兩種麵是不一樣的麵 我們是魚丸跟蒜牛肉湯 都各點了一碗 它的牌子上面本來只有魚丸湯 可是它有問我們說要不要蒜牛肉湯 我們就說好 那不然各一碗 牛肉湯是烏龍麵 吃看這個蒜牛肉湯 牛肉的牛子是滿甜的 可是它的肉偏肥 然後我覺得口感我沒有去西方 它不是牛肉湯的感覺 它是有一點點偏清淡的湯頭 然後是帶有一點點醬香味的 日式高湯在它醬香味的感覺 我覺得這碗牛肉湯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麵條了 其他的我覺得就還好 所以牛肉湯可以去專門牛肉湯 另外這一碗它是魚丸麵 裡面有一些小卷 然後一個魚丸 一些韭菜 它剛上面還有再挖一匙豬油 翻湯的那種跟麵的味道 然後油蔥醋的味道滿重的 這淡水魚丸耶 就是可能想說要融入一點當地特色 臭臭耶 不敢比較老一點嗎 那種路邊小店的感覺 對 熟食熱炒區大約有七八道菜 都是用鑄鐵鍋盛裝的 菜色有絲瓜蟹黃豆腐寶 糖醋魚 黃曼雞 刷炒牛肉 炒米粉 乾鍋排骨 還有炒季節食蔬 熟食熱炒 蟹黃豆腐 沒有特別驚豔 但我覺得它食材就覺得滿新鮮的 這是雞蛋豆腐的味道嗎 韓式 調味還不錯 然後你的質感也還不錯 它是稍微偏甜的醬汁 我測試會有點硬 比較沒有油脂的話有點硬 黃曼雞的香菇老師 黃曼雞 就比起香菇來說的話 比較沒有弄膩味 黃曼雞我可能不給過 蝦茶牛 滿嫩的 我覺得有點偏日式的醬汁 然後再加一點蝦茶的感覺 我覺得滿下飯的 但是會有一點甜口 炒米粉 飯口感滿酷的 然後蝦米的味道還滿重 裡面有一些香菇 蝦米和肉絲 有一點鹹 蝦米的味道都還會有點太重 比較不能把它當主食吃 不知道 有點太鹹了 可能就嘗了一兩口 炒食酥 它的酥茶都還滿新鮮的 有點像芥蘭 乾燒排骨 它味道也是偏重 有個豆瓣醬的味道 我覺得外面的果粉有一點點綠 但它肉的質感處理也太不錯 一般來說這道菜在其他的Buffet 絕對是硬到一個不行 但我覺得它肉質感很厚 很嫩啦 很像外面你去吃那種比較厚的排骨飯 就熟食區目前到現在都還沒有到特別激烈的感覺 它就是覺得它食材真的還不錯 然後腸味可能就比較偏重會重會 吃起來覺得食材的選用還是滿用心的 但可能多樣性會比較少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好像沒有一個主打特推的一個東西 最後甜點的部分呢有提供各式的蛋糕 泡芙 塔類 還有布雷和奶酪 這些片段都是用餐前拍攝的 我們最後要去拿去的時候 其實所剩已經不多了 而且也沒有再補 冰淇淋的牌子是莫凡筆 有提供五到六種的口味可以自己選擇 我拿了一個小塔 然後芒果奶酪 還有那個泡芙還有馬格連 現吃飯子跟檸檬小塔 蜂桶蠻豐的 方味蠻明顯的 然後它的卡皮也蠻豐富的 因為它甜點的蠻好吃的 接下來是這個泡芙 有個花火味 中間的那個奶香氣是蠻明顯的 然後外面泡芙的皮 應該已經沒有酥脆的程度了 就是軟軟的泡芙皮 泡芙我比較還好 我比較不喜歡這種味道 太香草了 芒果奶酪 它好端喔 我覺得奶味沒有特別明顯 主要還是芒果的味道 它下面那個奶酪水水的 芒果醬不會太甜 不是那種甜膩的芒果醬 它是帶有一點點酸度的 這芒果奶酪味還好 奶沒有放那麼多的感覺 沒有那麼綿密 脆脆的 然後芒果醬 我會希望它再更酸一點 就是這一整個的味道 的口味就是偏淡 馬德蓮 是那種放蛋糕的口感 可以來說吃不開出來是什麼樣的味道 我覺得它想要做到一個 比較綿密的口感 可是它的外皮有一點太軟爛 如果可以把外皮再烤焦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個蛋糕體會很好吃 它就是那種綿密濕潤 然後有帶一點紮實口感 那種類似棒蛋糕的口感 我覺得它的塔類滿不錯的 可是其他的表現我就覺得 好像沒有都特別驚豔 比較符合自己口味的蛋糕 可以試試看 不然就是林杰林 我們總共吃了43個品項 踩到6個大地雷 還有一些餐點是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喜歡 可是餐點本身還是有一些優點的 那算出來的浪費味空間指數呢 是13% 我覺得它的食材用料算是還滿新鮮的 應該是有一定的水準 不過它的整體的菜色還有它的調味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多樣化 然後我們也不是到非常滿意 主要就是我覺得動線還有環境都還不錯 比較適合帶你家裡長輩來巴黎這邊走走的時候 可以來吃的一個比較休閒的晚餐或午餐這樣子 大概就是會有一個半個小時的時間 是大家都想要去搶一些熱門商品的時候 就會很亂 但是之後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還有就是因為它收東西其實蠻快的 像我們是中餐到2點 然後吃東西可以到2點半 可是它其實差不多在後面一點的時間其實就沒有補了 然後就是餐台上的東西都是冷的 可能因為它的剛開幕那個菜量或者是可能運作的SOP還在抓吧 它最近好像剛開幕有活動吧 所以它有剪掉好像九折的 就有點像是服務費免費這樣子 我覺得我會給它3.3顆心 Out of 5 我會給它3顆心 就我覺得可以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但整體的食材是還滿新鮮的 給這個分數就是說 你專門為了吃這個指導寶來這裡 我覺得是不值得的 PT1 我們為了指導可以的 OK 我 Bend1 3 這場的意見 4